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探讨一下台湾跟联合国的关系 目前现实面的也有历史方面的 今天就现实跟历史两方面来跟各位 做一个意见的探讨 我们知道我们在国际社会 还是有不少参与的机会 但是面临了国际外交的困境 这个我们大家也都 从很多媒体的报道也都二说能详 譬如说今天我们还未能 没有能够加入联合国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台湾面临的国际外交的困境 因为没有办法加入联合国 所以有很多方面 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参加国际组织 那我们也没有因为没有办法参加国际组织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正常的 有一个正常的管道来贡献台湾 譬如说我们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 还有民主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经验 我们缺乏一个正常的一个管道 贡献给国际社会 或者跟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的人士 来一个合作或者一个交换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要探讨台湾的国际外交的困境 我想可能要先回到 1971年联合国通过 我们所了解的第2758号决议案 说这个决议案进行 我想我们先对台湾在目前国际社会 我们标签我们跟联合国193个会员国 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比较 我会觉得说我们表现很亮丽的一个台湾 是不应该被排除在包括联合国之内的 任何的一个国际组织 譬如说以人口来讲 我们的人口台湾的总人口2300多万 这我们都了解 略低于澳大利亚 那基本上呢大概是排名 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里头 我们大概第54名 那以面积来讲 台湾的面积三万六千方公里 大家也了解 略低于瑞士荷兰的四万平方公里 那大概联合国193个会员国里头 有将近60个联合国的会员国面积是小于台湾的 这个比较固定 比较没有办法一个变动 至少就说把台湾摆在联合国 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说 联合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会员国 在人口跟面积都比台湾都还要来少 还要来得少 那经济方面来讲的话 那台湾的表现就更加的亮眼了 我们先天上 我们没有联合资源 没有酒油 没有各种的矿产 差不多台湾天然资源基本上都很缺乏 但是2016年去年 台湾的国民总生产盘盒GDP 达到5200多亿的美元 这转世界转球来说排名第22名 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联合国193国 就算以193国来讲的话 台湾排名第22名 非常非常亮眼 略低于阿根廷 但是高于瑞典 波兰跟比利时 这些属于欧盟的国家 讲到欧盟如果说 把台湾的GDP 国民总生产盘盒 把它摆在 有28个会员国的欧洲联盟来看的话 台湾也是名列前茅 应该是排名第8名 在28国里面 台湾排名第8国 尤其是在欧洲列明 欧洲的国家就是说 给我们了解都是比较 各方面比较先进比较发达的国家 把台湾摆在28个欧盟会员里头 我们是第8名 这也是名列前茅 如果说摆在我们的邻居 我们知道我们下去 台湾又下去就当年妈妈 第一个国家 我们赌到的 我们的储宾就是菲律宾 东南亚国家协会 一般简称东协 英文叫ASEAN ASEAN 10国 10个非凡国 把台湾摆在ASEAN 10 member states 我们其中 第二名 第二名我们是 比哪一国GDP少一些 只有比印尼 但是不要忘掉 印尼的人口数 将近台湾的10倍 2亿多人口 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 台湾的表现真的都很亮眼 比如说调酒比赛 我也曾经看过 报章媒体的报导 2015年 好像是在保加利亚 举行的世界调酒比赛 我们的年轻人也可以得到 我们的选手也可以得到 传统跟花式双料的一个 奖杯 奖项 这个就是说 各方面来讲 台湾的年轻人表现 台湾的民主化 我们还可以更自我肯定 美国的一个freedom house 我们了解所谓自由之家 每一年对全世界的国家 在自由民主做一些评比 最重要的一个两项 一个政治权利 一个公民自由 这个都是它最主要的一个评比的项目 这两个评比项目里面 我们台湾也都名列前 它一分一分 它最好 城市最好 七分最败 我们台湾名列前 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 那个程度都在同一个层级 freedom house把台湾列为 full democracy 完全民主 不是在国家社会把我们搭建的 我们的处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排名的 这个大家众所周知 在国民权利 国民自由跟政治权利 那排名都很后面 是被freedom house列为 not free 不自由的国家 这说这么多就是说 台湾的表现这么好 但是我们看我们目前 我刚才说 我们在观察说 我们目前现实面 那边赌到的国际外交的困境 我刚才说 我们的处兵 山南妈 我们现在推动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 十个member states 每一年都有开高峰会 还有所谓 我们报章杂志 我们都会看到 所谓的 ASEAN plus one ASEAN plus three 就是说 东协高峰会 这十个国家的允许 会跟其他国家 一个单位的国家 或是说跟另外三个国家 来做一些对担 我们知道说 ASEAN plus three 当然有中国 日本跟南韩 ASEAN plus one 也有跟印度跟欧盟 跟中国 丁丁 不管plus one plus three 加一或是加三 都没有加到台湾 这应该是说 我们可以继续 我们来打拼努力 清楚 就是说 现在我们目前 即便我们的处兵 或是上 有添 十国的这个 冬南亚国协 还是把我们排除災外 这个就是说 我们特别要 可以再打拼 我们新南向政策 当然 我们台湾刚刚提到 我们有经济的优势 文化各方面的发展 不要再说 我们在台湾里面 新住民 现在由于第二代以前 我们连第三代都有了嘛 也算是台湾人 这一些我们 其实有很多的一个优势 也有很多的Niche 我们可以说 利用我们这些优势 来跟南亚国家 去作一个更密切的交流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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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协区议论坛 这个 這個forum就是當下最重要的 關風的這個多邊論壇 這個多邊論壇 最重點就是要討論區域內的政治跟安全議題 我們台灣海峽一直被認為是一個議題 一個是一個議題 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一個 有一些歷史的或者現實目前的 這樣的一個現實環境的一個爭端爭議等等 這先不要說 只要說有這個議題我們應該要搖 我們也算是中國是爭端一方 我們也是爭端一方 應該那為了維持東亞區域和平 應該東協區議論壇應該把台灣邀請進來 但是我們目前也沒有這個可能性 2016 2017年東協區議論壇 ASEAN Regional Forum 剛剛才在菲律賓舉行完畢沒多久 裡頭提到南海的問題 南中國海的問題 South China Sea等等的問題 美國啦 澳大利亞 日本也都在這樣 ASEAN Regional Forum裡頭發表一些 他們自我的看法 但是因為我們台灣沒有辦法參與 我們對南海 我們也有一個太平地 我們對南海也有一些主張 對南中國海我們有主張 也許是主權擱置 我們大家共同合作 共同發展 以和平為基調 有爭端 我們透過多邊的外交途徑 我們要讓這樣的聲音 被其他東亞所有的國家來聽到 這個是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台灣表現這麼亮麗 但是剛才告訴各位很遺憾 我們很多國際組織 就是我們處兵 跟我們區域有關的 但是我們都還沒有辦法參與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剛剛我們提到聯合國 1971年 就通過一個所謂的阿爾巴尼亞提案 一般我們眾所周知的 叫做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 UNRESOLUTION 2578 這個RESOLUTION重點就是在說 我把它黏一下 就是說聯合國明確地指出 算了就是它的原文 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 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 唯一合法代表 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 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 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這是它的原文 中英文都有聯合國 2758號決議案的中英文的內容 事實上就是說 如果看這個原文的一個內涵 我們就可以了解 這個原文的內涵裡頭提到 我剛剛有跟各位觀眾朋友念了他的原文 那在這一邊呢 我要引用那個 陳榮志 陳博士 陳教授 他有什麼一篇文章 檢視聯大第2758號決議 和台灣的主權 他裡面 這個談教授 他講到的重點 陳榮志 博士 我們都很了解 我們台灣這個國際 世界國際法學界 非常地名的教授 他這篇文主委的重點 他講到什麼 他說聯合國大會 第2758號決議案 所解決的 是中國代表權的問題 我們剛才把各位觀眾朋友報告給大家 就是說以歷史來看 兩個中國在 台北政府跟北京政府在爭 中國共產黨政府跟 跟中國國民黨政府在爭 誰才是真正在聯合國代表中國 合法或者唯一 或者正統的中國 但告訴我這篇文就是說 2758號決議案 解決的沒有錯 是中國代表權的問題 但不是台灣主權的問題 剛剛內容我們看那個原文 也沒有提到台灣的 任何跟台灣有關的 陳教授的文章他又提到 他說既沒有決定台灣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也沒有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聯合國代表台灣 跟台灣人民 2007年 那時候陳水扁政府執政 民進黨政府第一次執政的時候 也是唯一的 也是第一次的 用台灣之名 申請要加入聯合國 這就是說 聯合國當時的秘書處 就是引用所謂的 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 退回台灣申請 要申請加入聯合國 這剛才就是我們剛才 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的 陳教授 陳宏志博士已經講得很清楚 這個只是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 那個2758號決議案 並沒有提到台灣的主權問題 還有台灣人民沒有在聯合國裡頭 有任何代表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個是很重要 我覺得我們特別要注意一下 聯合國從創立以來 當然我們都了解 中國的席位就是所謂的 就是一個China 他的席位 那個白 那個聯合國 中國席位 那個牌子就是只有China 沒有所謂的Republic of China 沒有這樣子 即便當時還沒有 還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因為聯合國一級四五年成立的 那時候當然只有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中華民國 但是聯合國的牌子 那個英文的牌子 就是只有一個China 因為東西也只有這個中國而已 到了1949年 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就是國際社會上 產生了所謂兩個中國這樣的問題 一個叫做Republic of China 一個叫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但是基本上 我剛才把各位報告就說 聯合國 中國那個牌子只有China 所以聯合國跟他的專門機構的組織 基本上不在乎是ROC或者PRC 重點是說 誰坐在那個China那塊牌子後面 那個就是在聯合國代表全中國的政府 既然1971年 蔣介石代表 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在聯合國就解決了 蔣介石代表就被驅逐出聯合國 然後北京中國就進來聯合國 就擁有這個中國的席位 既然2758號決議案已經解決中國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基本上台灣如果要參與 還是說要加立聯合國 基本上我們不可能用中華民國 不可能再用Republic of China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也會讓我們跟國際上所認定聯合國 認定了這個中國開始有一些混淆 這個對 嚴格講對台灣人民要在聯合國有代表 或者是要參與國際組織等等 用ROC Republic of China 用中華民國這個名義 基本上是真的造成國際上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混淆 跟困擾 所以李清一宗 對我們所面對我們現在的國號 我們現在的國際處境 應該如果我們真的認識這個一個中國 應該對我們是非常有幫助 我們不要說 如果歷史來看1964年 這個彭明銘教授 跟他的兩位學生 那個魏廷早跟薛松明 就已經發表過台灣自救宣言 就是在一級七空年代 一級六空年代 那組也有國民黨高層的外交人員 我們所了解 譬如說當時的外交部的次長楊希昆 根據美國的那個檔案 外交檔案顯示 他有跟美國的外交人員說 說北京進入中國 北京中國進入聯合國 那個是會很快遲早的事情 所以他說他有跟美國外交人員講說 他有跟蔣介石提出來說 我們應該要趕快成立 中華台灣共和國 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 就是說我們自己成立一個國家 不要再跟中國 不要一直在聯合國 他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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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中國 我們是聯合國真正的中國席位的代表 所以我們看著說以前就是 如果國際社會還是國內 都有這種的刑法 但是我們國內就知道 我們那時候Under Martial Law 我們是在軍事概念之下 所以外交人員可能不敢說直接 把軍事概念來報告 這款他們認為說 國際社會在聯合國 他們看到的事情 但是在台灣 來報我們也了解 像譬如說 提出這樣台灣自救宣言 結果就遭到牢獄之災 跟他的兩位學生都遭到牢獄之災 所以基本上在那個時代 這樣的聲音 國際社會也聽不到 更何況蔣介石一直 我們剛才有講過 他一直很堅持 他不能跟共匪的政權 共匪偽政權同時併存在聯合國之內 這個我們所了解就是所謂的漢賊不良力 這款的立場 說到我們比較均勻的歷屬 就是台灣跟聯合國的關係 在前總統李政輝先進的領導基 在1993年就開始推動台灣要參與聯合國 立法院也有通過這款的決議案 就是要求政府在適當的時間 適當的機會 允許的時候 應該要要積極來讓台灣能夠 台灣人民能夠參與國際組織 參與國際社會 那時候李政輝前總統的領導之下 政府也有請我們的友邦 去聯合國為台灣發言 基本上就是強調 為什麼台灣2300萬人 在聯合國裡頭沒有代表 然後呢 台灣為什麼沒有辦法參與聯合國 跟他的專門機構 我們也知道聯合國 中共有十幾個專門機構 包括我們一直想要參與的 世界衛生組織 我們至少要做個觀察員等等 過去每一年大概都有提到這一些 這就是說 基本上第一點就說 我們不要再以中華民國 Republic China這樣的一個名號 在聯合國跟他的專門機構 去跟中國做一個混淆 中國現在就是China 基本上中國協會就是由他來做一個代表 所以這個我們自我要有這樣的一個認識 要有這樣的釐清 2007年剛剛提到 陳水扁總統用台灣之名 這也是有史以來 由台灣這一塊土地成立的一個政府 然後用台灣這樣的一個名義 要去申請加入聯合國 能怎樣 聯合國是一個國家為單位的 為條件的組織 所以用台灣的名義 當然是用台灣就是一個國家的身分 要去參與國際組織 參與聯合國 這個我想雖然也明知道 當時也明知道說 短期內不太容易成功 但是有跨出了這一步 比較遺憾的就是往後這麼多年 就沒有再有這樣的一個行動的一個表示 這個是非常可惜的一個地方 這個也是應該政府 因為這個是我們用國際 我們就像國際 跟國際社會用台灣的名義 就是說台灣是一個國家這種的身分 我們要來參與國際社會 我們也要來競選國際社會 我們台灣過去發展 各項發展當中 我們受到國際社會很多的協助 很多友邦的幫助 但是現在我們有能力 台灣應該也有一個正常的管道 我們可以貢獻給國際社會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很好的訴求 我們民主主義 我們也聯合國通過的人權宣言 國際政治權力公約等等 國際社會經濟公約 這都在尊手 我們甚至把它國內法化 所以聯合國不應該排除台灣 在聯合國跟他的專門機構之外 這個是我們真的可以力爭的一個地方 那民間呢 我們也有很多的一個努力 譬如說台灣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台灣加入聯合國大聯盟 每一年都有組團 雖然民間團 但是到聯合國總部 或者會議場外 或者日內瓦 WHA開會議的時候 我們都有這樣的民間社團 去表達台灣被排除這樣的一個聲音 在這裡我最初就是 要引用一個 就是說我們許世凱博士 跟盧謙慧夫人 跟葉芙琳 盧謙慧女士 也著作台灣新生的國家 我在這裡想要照用這個字名 我要說的就是 台灣加入聯合國是台灣 邁向新生國家的第一理路 我想這個來做結尾 作為一個結尾 也希望未來 我們政府更加努力 民間的努力 是一直持續的在擴張中 一直持續的在努力當中 有政府跟民間的努力 加上國際社會的支持 我想即便短期內 我們看不到台灣 也許看不到台灣加入聯合國 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踏出了這一步 也許我們可以很快看到 台灣能夠加入聯合國 這樣的一個希望的一個城鎮 今天非常感謝 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報告 在台灣跟聯合國有些事情 不然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